Vogue啊 Vogue 你們終於來拍我的翻箱倒櫃了吧 來給你們看一下我的衣櫃 就是這樣子啦 也沒有別的 跟其他女明星比起來 可能略顯揚尊 但我想 我裡面的東西 可是不會輸他們的 我的包包 我的鞋子 我的視頻 保證 讓你們 下巴跳 好了結束了 俗話說得好 公欲善其事必先立其起 所以這一區 將將 就是我 一些跟我一起打拚賺錢的好朋友們 所以我把它分成很多顏色 譬如說白色這一區 白色的話就是很百搭款 譬如說記者會啊 一些見面會 然後呢紅色這一區嘛 就是看到了四個字 就是喜氣洋洋 葉姬長紅 呃 就已經八個字了 反正這一區是尾牙的戰俘 所以我幾乎 十二月到一月 大概都會穿這樣子的衣服 有一件很特別 它滿有 嗯 紀念價值跟意義 這一件 小黃色的洋裝 它對我來說太重要了 主持紅毯錢 因為我就有看到這一件 然後是我記者會的衣服 然後我就覺得哇太好看了 可是我一問價錢的時候 發現我覺得好貴喔 我就謝謝服裝師 我就先不用買 然後我主持人金鐘紅毯之後 焦哥 就買了這個 然後放在我家樓下說 以女為榮 送妳的禮物 然後黃字獎籤名 他居然跟服裝師買了這一件 就那時候我很想要這一件 然後因為他發現我覺得太貴 摸摸放回去 然後那時候他自己 又聯絡那個服裝師把它買下來 我就覺得天啊太感動了吧 所以我就穿這一件 去上小燕姐的節目的第一集 就是小燕姐跟我跟焦哥 後來我也穿著他去主持各種尾牙 也靠著他賺了蠻多錢的 哎呀貪宅啦 謝謝焦哥 反正前面很感人 後面又多了一些銅肉味 謝謝焦哥 我先把它收好喔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這樣一個箭步 就到我的私服區了 我的私服區跟我的工作服其實差蠻多的 我最多的衣服都是這種one piece的可可愛愛的 其實它是一個連身的 然後這邊還有小蕾絲啊這樣子 好可愛喔 胸前有沒有弄得很澎湃 所以會看不出你胸部的大小 這個也蠻酷的 我自己也很喜歡 有種好繩托的一個材質 好 那我們再轉身給大家看一下這邊 這邊又來了 又是一個連身的裙子的地方 好看都不行 美女與野獸的第一幕 貝兒出來的那個畫面的那種鄉村風格 然後這都是經過一個設計師之手 他從畫設計圖到他做出來 都他自己 超厲害的 好 然後還有一個 啊等一下再介紹一個這個好 剛剛副松眉的那個台灣攝影師 它裡面是做一個復古的婚紗 but我外面自己配上一個 我在日本的古著店買到的一個背心 好貴喔 嚇死我了 然後這樣配上去之後 就變得 喔天啊 整個很有風格 這樣走出去就會覺得 哇 自己像仙女一樣 接下來這一件 全世界只有一件 你別跟我說 你去拍別人的翻唱腦怪 有看到這一件 很抱歉 就我要 被多分 這是一個香港的設計師 香港的牌子 他就這樣一整件 然後我就有穿去表演 太可愛了 這穿起來超好看的 然後他就這樣子 是這樣子的設計的水秀 一個宮廷風的感覺 他們除了連身長裙子之外 同一個牌子 他們其實有出一些 上半身的小單瓶 譬如說這一件 我覺得很可愛 看到中間這邊 看起來就是很像一個制服 但是旁邊呢 他又是做了一個這種 寬寬秀 然後又是變成是鋪馬這樣子 撿在中間 最後面有一種和服FU 打開這個拉鍊拉起來 你還可以放一個 牌子便當 我記得便當放在這邊 很方便 然後這一件 我自己很喜歡嘛 然後我就發現 在這個這次拍攝的Vogue的 腳本上面他們就寫說 記得拍導護媽媽媽那一件 他就變導護媽媽 他不是 哈囉 今年去跟我爸媽去日本 富士山的時候 我們就查到了一間很可愛的咖啡廳 於是我就把這件帶去 變成很像道具服 所以穿起來再配一個 可愛的小褲子跟帽子 就是很搭 很像是我就生活在裡面的人 嚇到了吧 這是一個小碗熊 然後全身上下都是有各種斷帶 很瘋的材質 然後後面很辣喔 它後面是這樣扣起來 然後每一條斷帶都長不一樣 這也是我用搶的 真的很可愛 是不是很可愛 太喜歡了 好上面這一區都是一些 比較瘋瘋癲癲癲的 crazy crazy的 但是呢我也有冷靜的一面 我自己很喜歡穿 成套的西裝 最後就看起來好像 這是一個西裝平常的 ZARA的西裝 它也不會到真的太貴 因為有些很脆的天價 當時為什麼會買這套的原因 是因為我去參加一個 西班牙的朋友的婚禮 參加婚禮的時候呢 大家都是穿得很像要走 金馬紅毯啊 金曲紅毯 就這個 然後去這個脫超長這樣 我就很緊張 我就去ZARA 想說算了 我就不如買一件 成套的ZARA西裝好了 然後再配一個裸靴 齁 你知道嗎 其實那天我回頭率超高 很多人說 喔 I love your outfit 然後我想說 哼 幹嘛 就反而這樣子是厲害的 就你會 在一群辣妹龜 或者是一群 就是女孩中 會脫穎而出 就是一個 隱惡陽善的穿搭髮 我一直在跟大家講的 重點來了 如果你是小胸女生 穿西裝會更好看 因為反而胸部太大 可能穿西裝會 比較沒有平胸的人 穿起來好看 我們平胸 穿起來就是時髦 好嗎 好的 接下來呢 來到我的包包區 將將將 好 今天的包包區之前呢 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因為之前有個報導 跟大家說 就是我不會買名牌包包 但是當時是我大學的時候說的 因為大學的確還沒有賺錢嘛 所以不要花那麼多錢 去買一個名牌包包 但現在開始有賺錢之後呢 我會開始做一些收藏 那如果你看到我買這些包包 就代表同步 我也給我媽媽 跟我爸爸多少包包 好第一個 就是 上面有我的名字的 超可愛的 它這樣圓圓的 主要是因為上面有我的名字 然後大家他們設計都很Q 然後這是硬殼的 這樣他們還可以親到我 親 親 這樣 這個是婉婷姐送我的 哇 生日禮物 他們家的 呃 主要LOGO就是 唇跟口紅這樣 然後這個也是 這也是我朋友在英國幫我買的 然後這個顏色真的太詭異了 是一種浪漫紫羅蘭的一個顏色 上面就是一個這樣子的口紅 所以開的時候 就是要剝它的口紅 就可以打開了 然後是一個金鍊 這樣 我有在金鐘獎的時候背過 我當時就穿一件黃色的禮服 禮服的肩袋是水藍色的 所以剛好我配這一個 就超搭的 因為一切都粉粉的 這一區就是魯魯區 然後我還是會買一些 像這種的就是 在台灣的中山區的小店買的 喜歡它很挺的感覺 然後這樣子酒紅色的 它就不是名牌 但我也喜歡這種很手作的感覺 接下來這兩個呢 是我今年買的 故事 各位 我要給你們看了 開箱紋 真正的開箱紋 這個顏色是不是很美 我在 古池的店上 我買這兩個包包 我花了大概有三個小時 那個櫃眼一直說 沒關係 你如果壓力大 沒關係 你也可以再看看喔 不急 還是你要喝個氣泡水 我直接在那邊 跟它滷超久 因為我買不下去 我沒有這樣 人生沒有這樣子 買過 兩個包包同時 我看超久 我就是一直這樣 這個動作 然後一直在鏡子前面 一直這樣 你覺得我要買這個嗎 我就一直問貴姊 貴姊說 我是好看嗎 哈哈 就一直想了很久 最後決定買了這兩個 它前面是 它是像一個貝殼的感覺 然後後面是一個老虎的頭 超好看的 好看的不行 後來呢 因為你知道我跟貓貓他也是好朋友嘛 後來他去夏威夷的時候 也跟我說 夏威夷的空襯居然在打折耶 這什麼意思 希澤 太傻眼了 於是他就給我連線買了一個這個 OK來小編喔 來直播喔 來現在這個分隔線畫起來喔 如果要喊這樣 如果OK的話 直播線給它分隔起來 來給我一個分隔線畫 請問這個包包是多少錢啊 然後店員好像就帶有1.3東西 他說 這個XXX 但我頭已經洗一半了 我怎麼不想說 抱歉我不要了 哈哈 不是那個 姜蕊的家厚喔 這是什麼 難道說 要叫我變身了嗎 各位 請注意 我們請問聽說 我們請問這個包包 是否真的 還要給你 對 我們請問你 沒有請問你 我們請問你 我們請問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